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专业基础课程 它包含主要内容有十个方面 序论 机械制造系统和机械制造单元 金属切约机床 金属切约与抹血加工 机械加工工艺路线的硅程制定 机床夹具 机械加工精度影响因素及其控制 机械加工表面质量影响因素及控制 机器的装备和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 其中第四到第八个部分为主要内容 下面向大家介绍戏论部分 分四个内容向大家介绍 课程的内容简介 课程的学习方法与要求 课程的学习安排和参考书目 首先向大家介绍课程的内容简介 先介绍一下课程产生的背景 在上世纪90年代初 教育部先后进行了两次专业调整和融合 现在形成目前机械类四个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极其自动化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工业设计 那么本课程是机械设计 极其自动化 和相关专业的重要的主干课程 那么按照淡化专业 加强基础 和机械工程一级学科要求的知识点 那么形成了新的机械大专业的平台课 即专业基础平台课 那么这个课程是怎样组成的呢 确定的依据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好的设计师 应该是一个好的工艺师 因此这个大专业 必须把机械制造 技术基础 作为一个专业的平台课 那么如何进行课程整合呢 在原来多个专业 与机械制造相关的 课程的基础部分整合而成 主要包括机械制造工艺学 金属切学原理 机床概论和机床家具 四面主要课程 整合后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金属切学机床 金属切学加工 金属加工 机械加工工艺 规程 制定 机床夹具 机械加工质量与控制 和机器装配 同时也考虑了 扩充机械制造新的技术与工艺 主要包括 速控加工技术 特种加工 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 制定 和新的质量保证方法 与标准等内容 三向大家介绍一下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的概数 那么介绍机械基础的概数 首先从制造业向大家做介绍 大家都清楚 制造业是将制造资源 通过过程转化 为可应用的产品的工业 一个总称 这是覆盖面很大的一个行业 其中装备制造业 是制造业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行业 无论哪个国家 装备制造业 都是国际民生 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 那么其中 机械制造是消费 并主要的生产部门 它包含了一百多个行业 那么什么是机械制造产品呢 它是利用制造方法 来获得各种 具有机械功能的产品 另外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是机械工程的重要学科 而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又是机械工程学科的重要的课程 下面我分两个部分 向大家介绍一下 机械制造技术的 我国的情况 那么在近二三十年来 我国的制造业发展 实现了第一次浪潮和大发展 截至目前为止 我国采电年产量 超过七千万台 占世界的百分之五数 冰箱电产量超过三千万台 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 空调电产量超过六千万台 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五 我们国家有100多种机械产品 占世界产量的第一位 那么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有两大巨大的优势 一是市场的优势 另外一个是低价的劳动力 正是由于这样的优势 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第一次大发展 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我国主要以研究技术和装备为主 同时提升了自己的制造业水平 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汽车制造业已居世界第三位 有专家预测 2020年居世界第一位 造船业产量占世界的25%以上 中日韩三足鼎立 我国的大飞机制造项目已经启动 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制造业进入了第二次浪潮 和第二次的大发展 但是中国的制造业还面临到许多的困惑 比如说美国的硅谷产品的利益率为25% 台湾新竹利益率为15% 然而中国东莞利益率仅仅为5% 那么受到能源、钢铁、原材料、劳动力 涨价的巨大影响 我国有3000多亿元的汽车配件 订单转移 纺织品企业的出口出现了很大困难 珠江三角洲、江泽一带的企业 都面临到一些困难 同时我们也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我国GDP占世界的4% 钢铁和煤炭消耗却是世界的31%和30% 我国英军资源占有量煤为50% 石油为41.2% 水为25% 但是万元GDP的消耗几乎为发达国家的8倍 发电、钢铁、乙锡、水泥等能源消耗高的这样的行业 高出发达国家49.1%、49.5%和28%和31.3% 工业废物密度是德国的20倍 是意大利的48倍 韩国和英国的12倍 城市空气污染程度是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的7倍 是美国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4倍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 那么我们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水平和技术 还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很多路程要走 从另一个角度看 传统的产业价值和消耗 2010年汽车整车用钢将达到1100万吨 配套维修用钢达到645万吨 汽车的60%到70%是钢铁的重量 中档轿车一吨汽车用钢的售价平均为8万元 车身重量约一吨 能源消耗为1600元左右 一吨车床消耗的钢材约为0.83吨 铸铁为0.74吨 一吨普通机床的价格平均为1万元 速工机床至少要升值3倍以上 我国以钢铁为主要原料的传统制造业和低一端的产品为主 发达国家却是以高技术产品 IT、微电子等产品为主导 比如一吨晶圆片的价值近千万元 消耗的主要材料却是二氧化硅 主瓶为2.66兆的芯片在市场售价为1000元 一吨的售价为4.31亿元 下面我们再从机械制造技术发展上看 我们传统制造技术难以满足现在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要求 比如我们从屏幕上看到 那么这个叶片这是一个空间曲线 对于进气端和除气端的都有很高的要求 那么传统的加工方法难以来实现 我们必须有五轴联动或者更高精度的机床来实现 同一个叶片也由不同的什么的加工的机床方法来实现 我们通过另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叶轮 同样它有很复杂的空间曲线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这些车洗爆膜加工方法能够简单实现的 必须采用新的什么的机械加工制造技术 大家可以看这里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基床的这些运动 而且是更加复杂运动的合成 对于加工的质量效率有了更高的要求 这是叶轮的另一个加工的一个模式和加工方法 那么从这个加工设备上可以看出 无论从设备的形式加工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从这个零件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头像 那么按照传统的机械加工的原理 或者是运动零件表面成型无法成型 但是应用当中也有迫切的需求 因此需要我们研究新的加工制造技术来实现这种加工 这是另一类加工的方法 激光加工 这改变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加工 能够实现传统加工不了的精度尺寸和结构 大家从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箱体类零件 这有很多加工表面和结构 不是一种加工方法或一把道具能够完成 因此需要多个道具 多种工序组合来完成 因此随着这种要求的出现 那么我们出现了新的加工机团 加工中心 这是加工中心正在对多个表面进行什么呢 测量方法也与传统意义上的测量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激光闪坐标对于同一个零件上不同结构进行测量 另外一个有些大型的复杂设备 比如说全断面绝金机 那么这是一个高技术 复合的这么一个产品 它的整机制造和微小尺寸的制造 大家从这图片上可以看出 那么在实际用当中有很多微小尺度 或者是一个宏观尺度的零件上 具有微观结构这样的要求 需要我们在很小的范围内加工出精度 要求较高结构较小的微观尺度下的一个结构 那么像这些都需要新的机械加工制造技术来完成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学习研究和探讨新的制造加工技术 和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 第二 那么课程我们来如何来学习呢 课程学习这个课程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机械制造技术 基础这门课程的性质 是机械设计制造机器自动化专业 或相近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 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培养方案中 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包括管理科学等基础课程外 一般规划了五大类的这样的课程 比如说力学系列课程 机械设计系列课程 机械制造系列课程 电供电子与计算机系列课程 和测控的这些系列课程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是机械制造系列课程当中的主干课程 本课程还与之相配套还有实验 习题 生产试习 课程设计等教学环节 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课程的学习 使大家掌握有关机械制造技术的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并通过相关的实验 练习 生产实习 以及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的训练 使大家掌握分析和解决 有关机械制造的问题的基本能力 本课程对于前续课程有哪些要求呢 也就是说需要有哪些课程基础呢 第一个前续的基本理论课程基础有 高等数学 工程数学 工程图学 工程力学 机械设计 材料成型于技术基础 控制工程基础等 本课程对于前续技术基础课程的要求 主要有公差与技术测量 机械测试技术 机械装备电气控制 精工实习 生产实习等 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第一 机械制造技术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这样一个特点 针对这个特点 我们的学习方法就要求我们学生 对于基本内容 本课程的力求理论联系实际 尽可能多地引用 那实际典型例子进行分析 加深对所学的内容的理解 第二 本课程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的一个特点 那么它这样就要求我们用到 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物理学的 化学的基本原理 数学 力学的基本方法 以及机器学 材料学 电子学 控制论和管理科学等方法的知识 而现代机械制造技术更多还有赖于 机械 计算机技术 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符合 从前面我给大家放的这些视频 和介绍这些加工的要求上看 融合了很多数字的技术 计算机技术 甚至还有网络技术 这就要求我们还要结合这些知识 来共同学习 第三 机械制造技术 还是一个灵活性很强的这么一个特点 就有这样一个特点 这边课程总结的是 机械制造生产活动中 一般的规律和原理 将其应用于生产实际 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 生产规模和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设计 应该说有国家的统一标准 但是工艺和生产制造 却是千差万别 必须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这就需要我们在制造技术的应用上 就要考虑它的灵活性 最后一点 本课程理论分析重于计算 理论与实践必须结合 那么理论分析重于计算 从两个方面 第一个 那么从内容上看 理论分析大于计算 第二个 从重要性上看 那么理论分析也大于计算 第四 对于课程学习的一些要求 要特别注意紧密联系 和综合运用 以往所学过的知识 注意用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来分析和解决机械制造 过程当中的实际问题 第二是要学习本课程时 要注意充分理解机械制造技术的基本概念 掌握机械制造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以及这些理论和方法的灵活运用 第三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的生产实习 并在本课程学习之后 安排一次课程设计 充分利用好这两个实践环节 可以深化本课程的学习 并真正掌握所学的知识 第三 本课程的学习安排 前面介绍过了 本课程分成十个部分内容 本课程总的学识 是在四十个学识 其中实验学识 我们开设了四到六个实验 学生可以再选择四个学识进行实验 那么总的学识数是这样安排的 训论部分 讲授一个学识 第一张机械制造系统 和机械制造单元 一个学识 第二张金属切学机床 这部分 讲授四个学识 第三张金属切学与魔学加工 讲授五个学识 第四张机械加工工艺 规程制定 讲授七个学识 第五张机床夹具 讲授五个学识 第六张机械加工精度 影响因素及其控制 这部分讲授七个学识 第七张机械加工表面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控制 讲授五个学识 第八张机器的装备 讲授四个学识 最后一张 第九张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的发展 讲授一个学识 那么本课程 那么先给大家介绍几个参考书 这里面主要介绍六个参考书 其中前三个为教育部 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后三部是早期教学改革 在2000年前或者2000年左右 出版的教材 第一个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这是由西安大学教授 罗比恒编写的 机械工业书出版社出版 2005年5月出版 进行了第二次再版 第二个是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由龚雅东教授主编 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也是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 2010年6月出版 20012年进行了第二次印刷 第三本书是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李旦主编 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年2月出版 2012年3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 那么后三本虽然不是规划教材 但是是早期教学改革 出地较早的机械制造技术教材 在本课程教学改革之前 曾经有除过机械工程学 机械制造工艺学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等 多种教材的必行的使用 后来经过专家们注见 大家统一到机械制造基础上来 所以说给大家介绍这么几本教材 这些教材编写的主要内容相差不多 但是各有侧重 前后顺序安排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供大家进行参考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是 那么由科学书百社出版 东北大学龚亚冬教授主编的教材 戏论部分就向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